各位乘客,仍代表天命航空公司及全組機速服務員 歡迎乘搭天命航空HK612航班前往香港 機長Captain白兵將會在一小時後帶我們去香港 我們期待會你帶來一次消息越快的旅程 為安全起見請留在座位並保持安全帶在扣上 直至扣上安全帶燈號適應為止 各下現做可以使用有網絡功能的個人電子用品 我們很高興為各下服務 希望很快就可以一起和大家在天命航空 上見面吧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第15集 記者,每次一行去旅行,我是白兵 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AKKOMA 是,今天我們是某嘉賓 是,今天又去了solo日子 是,solo日子 怎樣?我們今天去 去回偉大的中國 是,你紅底,這麼喜歡去中國 白兵台已經變成直播台 我忘記了那個留言 直燒 是不是叫直燒 不要緊,我待會再找 帶貨,是嗎? 直播帶貨台 對不起 其實上次聽阿Man說 其實已經吊起了鋪印 已經吊起了你了 是,吊起了你了 鋪印 是咯 真的給不到反應 是啊 然後就是 主要在中國這些旅行 是真的便宜靚正 便宜靚正 便宜靚正 所以,以前是曾經有想過 要用兩年時間還了中國去 現在沒有啦 沒有啦 唯有懷念一下 是,懷念祖國 懷念有多懷啊 自己不想了解 什麼歌啊? 忘記了 我記得是歌詞 是 然後就是這樣 今次我們去這個雅丁 道成雅丁 今次我就是跟朋友去旅行 一男一女 加上我就是二男一女 是不是生氣啊? 不是 什麼?兩女一男吧 兩女一男 你是二男一女? 所以我說錯了 喂,為什麼我會比你更清楚 喂,這些是什麼啊? 這些是阿梅 他在咪前說的東西和咪後的東西 不是,我說一男一女 然後加上我就是 兩男一女 是不是那個生氣字? 不是 不是,錯了 兩女一男 夠不夠白的 是啊 你剛剛那首歌是陳柏宇的故事 哦 然後就是 我跟我的best friend去啊 今次 然後呢 我試一下 你的best friend會再聽嗎? 不知道 你會發給他嗎? 但是他有聽我們 不需要我發給他 哦 這樣 其實是在我面前提醒你的 是嗎? 是嗎? 是 是 不是,他知道的 認識我的人 我都會不停提醒我best friend和我哥 是啊,很煩 吃屎 要 他們兩個是我偶像 我最喜歡的 是,可以可以可以 來了提 其實我在今次出發之前 我跟那個男生是不認識的 不是不認識的 不熟 我都不記得是不認識的 還是不熟 總之就是不熟 這樣 我對他的印象是一般的 是啊 然後呢 就是 嗯 全程呢 其實呢 我呢 我跟女朋友去旅行 就會free ride 整件事 你跟朋友去旅行 就會free ride 什麼都不管了 是啊 他們就會預約行程 他們會計劃行程 想去哪裏 然後想中間的過程是怎樣的 挺好的 我也是這些人 因為我是那些廢柴 所以跟朋友一起就會沒腦 這樣呢 我們就有公訴 譬如我們有一個小銀包 對 每間拿多少錢出來 就在那裡吃東西 全部都是那些錢 那我們這次呢 我們就不在香港出發 嗯 香港回深圳 在香港去深圳 對 你不是本身住深圳 對 香港去深圳 然後呢 就在深圳出發 我忘記那段時間是什麼日子 對不起 總之是冬天 冬冬地 應該就是很多人 所以我們是買不到火車票 去到深圳的時候 我買不到火車票 沒有得預先埋定 我沒有記錯 那時候是因為 幾年前 大約 接近十年了 我想到 哇 是是是 我記得那時候 大陸那個 中國的火車票站 那個網站 是回鄉鎮買不到的 即是你不能這樣上網買 嗯 十年前 就真的未必有的 如果你是可能買 可能香港出發的那些就有 但如果是 你在中國出發 大陸去回大陸的話 就應該沒有了 所以我們去到的時候 發現我們買不到火車票 我還很記得當時那個場景就是 我們去到深圳的時候 看到那個火車站 是真的滿了人的農民工 是不是農民工 滿了人的整個站 那時候冬天會不會是別人的那些什麼 就是 很流行回鄉下的那些日子 叫什麼 春雲 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時刻 真的 不記得了 然後我們去到深圳 買不到火車票 怎樣 就要在深圳找一間青雷 住過一晚 第二天 再出去再撲飛 再撲去搶 是的 所以我們在深圳是有一個額外的 過了一天 但是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什麼都沒有怎麼做 因為我們 十年前深圳都很繁榮 不是說吹奏做過 但是也有大城市 有奶酒 有美酒店 美商場 我們住青雷 海底撈那些有的 十年前應該都差不多 而且我們不是那麼充裕 錢和時間都不是充裕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是學生 我記得那一次我們去了大概沒有記載 十幾年 十年前你很小 鎮三是中學 大一左右 2012年左右 所以差不多十年前 2013年左右 是的 2012年 對 我們就 無論是時間還是金錢 都不是十分之多 我記得大概十幾天 我們加上交通費用 各樣東西 就用了五千元左右 每人 每人 十幾天用五千元 對 就包括火車等 各樣東西 但我們不會說很差 不能吃飯 也沒有這些 如果不是大城市 我這個洗費都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平時 之前有去旅行的日子 我不是富遊 我不是劉榮偉去日本那些可以洗層樓回來的那些 所以我那時候去旅行 我可能是一千元一日 我是預算這些數字 如果去日本那些 對 因為我去大城市 去內陸我也是 都可以的 你有沒有回過中國玩 就是回到你祖國的懷抱 如果是自己長大了 都沒有 以前前幾年沒有很流行 那些星期六天就要北上 我會回去 那時候我同事約去打火鍋 去吃那些雞煲 蜜茶 吃完就馬上回來 因為我又沒有大陸卡 又沒有WeChat 我只要約字 黏著同事 然後我要Whatsapp 就是外面三四個小時 上去吃完就回來 就是這樣 過夜都沒有 我以前是有朋友 是會在佐敦 太子那邊搭車去舖 坐那些食衝吧 真的好瘋 那段日子 不過與我沒有去 錯過了 沒有這些經驗 不是這個句號 那我就在深圳 基本上就是隨便 最開心就是走超級市場 因為超級市場很大 好像吉之島 有幾層 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男生也是這樣 女生是很喜歡走超級市場 我也可以的 然後看到一些杯麵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一般的杯麵 看見到很開心 都會爽買 一定要回酒店吃 我們住青旅 青旅一定要回青旅吃 對 這樣 然後就在青旅 買完東西 其實純粹地過到日子 在深圳的那一晚 然後第二天就再去撲飛 誰知道撲飛 我在深圳去成都坐火車 我們撲到無座 即是無座位的飛 你們撲到很無座 對 無座位的飛 他寫著 無座 差不多站了四十個小時 可以的嗎 為什麼不可以 然後我想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推薦過 人們看日本鎖國的電影 剛剛那星期五你有 在電台沒有 其實這套電影就是我在這輛火車 即是我們沒有工作 我就是那些 我是去年紀比較大 我記得我有iPad的時候 都已經差不多大學畢業 我那時候是沒有這些 我又不是很潮的那些人 我就是貼我朋友的iPad看 所以他有什麼電影 我看什麼電影 這套電影是男生的 我就站在那邊看 真的很多 因為這個男生的朋友 是必須要說他真的很照顧人 尤其是我們一次過是兩個女生 跟他其實很慘 他慘 很淒涼 想說對不起 但是 沒有了 我不說 不說 這樣 接著我們就站了 已經很擠迫 上次沒有說過 有那些斷腳 他們會跪在那裡 會在地上撐一撐一撐一撐 那些情火車我們經歷了這件事 說到冬天 又是冷 你的手指已經覺得沒有什麼知覺 所有東西都是冷的時候 有種感覺不知道 有種很噁心的感覺 那些人又很接近 那輛車又臭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搭過大陸那些火車 只有一個字 臭 加上骯髒兩個字 對不起 想到想死 其實我有潔癖的人 小小潔癖 其實我這些叫做 這裡可以說一點點 我一個半潔癖的經驗 我是很怕 因為我這些 城市長大 其實我本身小時候是那些 那些少爺仔 也不是少爺仔 我沒有工人也沒有少爺 那些性格 但是我是那些性格 就是少爺仔 所以就是 那次很深刻 就是我在 應該是在上環 對出那個海濱 那樣 那時候很小 只有幾歲 我想是十歲左右 都不會 都是差不多 就是在那個海濱跑 跑 跑就是跌倒 那跌倒 跌倒 那跌倒 那跌倒 那我不是那些 四肢不協調的那些人 那然後我都會 把手按到在地上 那裡 但是重點是什麼 就是 我按完之後 覺得地上骯髒 我縮手 之後呢 我臉 就撞到地上 就是你覺得臉 沒有那麼重要 不是 那時候就是 我太怕骯髒 太怕骯髒 所以我就按了下去 不是 就是我就縮手 就是我呢 我是還 就是我 就是我爸媽那時候 覺得 哎呀死了 兒子這樣 為什麼要嚇死 是啊 所以就 糟糕啊 然後那時候 我還拍了好幾張照 是我 是我的臉損了 這樣拍照 嗯 我有完姿勢給大家看 我還在我床上 吃照 之後我媽媽會拍 是啊 神經病 我是到現在 都是 所以我是有潔癖 少少 我是到現在 都是那些夏天 下雨 會不出街的人 就是如果你約了我也好 下雨我就不出 很噁心的 可能夏天我穿短褲 就是 然後你走過那些地上有水 那些水是暖的 你們明不明白我講的什麼 那種感受很噁心啊 就是我 我夏天出街我也是會穿短褲的 OK 但是我沒有經歷過 那些水彈了 那你可能走過 那些人走路大力了 那些水淹 壓到一點點 哎呀我想死了 那也想死了 所以我夏天是下雨 我會不出街 但是我家其實 我家的那個 我啦我自己是沒有借的 因為我沒有預期過 自己下雨會出街這件事 如果我有什麼背囊奧泳 我會有一個很輕 很輕細的 縮骨傘在背囊上 那你個人縮不縮骨 你看得到的 哈哈哈哈 但是就 我都很不喜歡 擔傘出街的 我不是不 就是一來我不喜歡下雨 二來就是下雨 我也不太擔傘 如果很長大 擔傘也沒用 好 但是呢 這個很神奇的現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你年輕的時候 你時間多 但是你沒有錢 那 我呢 可能年輕一點 去旅行都是去中國的 即是回大陸的 所謂的 那可能我習慣了 你很有錢的時候 你去到旅行已經很有錢 然後呢 我可能習慣了在中國旅行 習慣了他的髒 你會想想 你會在火車那些床 那裡睡 這件事經是很地獄的了 你覺得現在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那都可以 但是真的限定在中國 其他地方的髒就不行 中國的那些髒就不行 因為可能已經接受了他們 你進去就不能選擇 即是強制要接受那些髒 如果現在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是關於錢事 還是關於人的經歷事 還是關於收入時 我未必會這樣去貼錢 即是有點貼錢賣難受 即是我會比較貴的坐飛機 或者比較貴的坐漂亮的火車 即是如果這樣說 可能坐高鐵 即是這些 因為我是很深刻 即是我不知道阿梅 你有沒有坐過廉航 當然有 是吧 我有一次去日本坐廉航 那天我就發誓 以後我都不會再坐廉航 所以我的人生坐過一次 一天就不去 去又不去坐廉航 因為剛才沒東西吃 而來就是那些位置很狠狠 很狠狠 整件事 即是又要在那個 那時候在2號機場入 走到沒有狠 雷公感狠遠 然後我覺得很不好 即是如果你比貴一點 你國泰 但你直接連地鐵也不用坐 直接就可以 這個大堂 就可以去到登機的那個閘位 所以我有點就是 這些 即是不是很想捱這些 喔 我自己就是這麼想的 即是 其實就算我有錢也好 我都會選擇乘火車乘巴士 重點是你乘飛機 你看不到那些景 如果貴一點的火車呢 都會的 其實我曾經有想過是想去北京坐火車去俄羅斯 然後再這樣玩下來 然後有幾條火車線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那這些真的要坐 因為有另一回體驗它不是運輸功用的 譬如你忘記哪條線去雲南那條 也是很漂亮 我主要是可以看到景色 那火車我覺得是還好的 只可以說有得有失 那一次我們就回答無助 怎樣站四十個小時 怎樣站四十個小時 重要是你要知道那些人是很擠迫的 他們真的跟你有身體接觸 他們是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所謂 我自己很介意 我是很討厭別人騷擾我 其實陌生人我也會介意 但我是人 我真的不能騷擾 那我們就站了 站了好像都接近三十個小時 我們就終於在 我們那些火車有一卡是餐廳 就終於可以買到在餐廳坐 當然我們要吃東西 那餐廳我坐 至少可以坐 但都不舒服 那吃東西 然後坐一會 坐一會 坐那一刻 就像天堂那樣 一坐下那一刻 都是的 還是你們站著蹲著 你蹲不到的 它太擠迫了 太擠迫了 其實那時候沒有太大感覺 是嗎 那時候依然是在看電影 聊聊天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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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我都已經過了 其實那天都可以 去到那卡坐了一會 其實還有十幾個小時才到 而且冬天那些路軌 因為有冰雪 它會走得慢一點 它本來預定是三十個小時 後來它會有所謂的晚點 即是延遲 可能去到四十幾個小時 那我就不知怎樣 因為我們是定期去問 每一個站在問問問票票的人 如果有人下車 即是餓鋪人下車 我們就會問他們 我們有沒有位置 我們想買票進去 即是加錢去睡覺 後來終於有位置 讓我們三個一起睡覺 然後我想說 我人生當時第一次水中 我的腿本來是鬆鬆的 即是不是緊身 是褲來的 然後呢 我一躺上床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 我的褲子是緊的 是水中 拖了兩吋 那時是超瘋的 我震驚了 那時候 幸好我朋友 是那些比較 姿色面比較多 比較闊的 他們跟我說 你現在要高一點的腳 還有我是加錢進去睡覺 別人睡覺的餓鋪 所以 是暖的 也未去到這麼誇張 但其實應該是有心理關係突破 去到那一刻 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那好吧 我們就終於到達成都了 糟了 我發覺我不是很能捱 那人 即是你 即是如果你這個時刻 問我 有個這樣的旅程 你要站三十個小時 我是 我是會猶豫的 嗯 好 我會猶豫 我會猶豫 看看我哪裏我去 好 如果不是很熟 應該都不會去 好 然後我們終於在成都下車了 很開心 但是 但是 因為我們是早上早到 很早就到 我們清內 檢查時間好像是1點 還是3點 有很多小時 我們每人一個 可能65米的大背包 冬天的又很重 又冷 你知道香港人其實就不太好 寒冷的能力不高 是的 這樣我們就唯有在火車站那些 類似時鐘酒店 就隨便預約了一間 即隨便預約一間房間去睡覺 睡到時間去睡覺 睡到時間去睡覺 就去睡覺 嗯 這樣我們就終於經歷 即是兜兜轉轉 終於去到成都下腳了 咦我曾經也有過這個經歷 就是太早 還是怎樣 總之就不適合時間 那些時間又不會走到街 我就有一次去韓國 因為我人生唯一一次去韓國 是的 就不知早到了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去了那些 我不知道叫什麼 就是又會焗桑拿 很熱 又會興奮奮奮 即是裏面都是比較高溫度的 然後就是會都是隻粒件袍 這樣就進去睡 那我又給你幾個小時出來 那就可以去酒店 check in 哦 我又沒試過這個 這個可以試一下也挺有趣的 他有些位置是說明100度的 即是裏面是燒到咸咸 然後你可以進去 但你進去我想 30秒至1分鐘就會出汗 即是他味道會熱到你叫什麼 不是的 但一個很厲害的 那些焗桑拿的感覺 都挺好的 因為我本來是很喜歡這些東西 即是焗桑拿 浸浴 因為我家裡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浴桶 是 不過是在後院 你不要再曬你家裡的浴桶 不是的 我記得是有一個 即是在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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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心臟不好 我不可以經常浸浴 所以我家裡會經常擠一些東西 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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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如果我要浸的時候 我一定要跟他們說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東西在哪裏 我沒有理由在地上 我們告訴他們才可以用到浴桶 你會知道你有浸浴 是的 因為我非常喜歡浸浴 我每天都會浸浴 是神經病的 但好像是真的對心臟不好的 以我所知是真的 不要每天浸浴 在香港的空氣都不好 呼吸都對身體不好 不過anyway 這個體外話 我主要在成都下了腳 成都你知道那時馬上要吃什麼 成都要吃 要吃淡淡麵 要吃火鍋 要吃那些很辣很辣的火鍋 重慶火鍋的朋友 重點是我的耐辣程度 淡淡麵是四川 我的耐辣程度是 我那時吃都辣了 我現在吃脆辣雞腿包是ok的 我以前是吃脆香雞翼 可能吃四隻 我喝兩杯汽水 你比我還差 那時是這樣的 很不能吃辣的 但我很喜歡吃辣的 我唸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不要緊 然後吃火鍋 我想說 我幾乎一邊吃一邊哭 很可憐 我真的 然後我朋友覺得 可能很好笑 其實我們也不是吃得很辣 不過anyway 其實可以說笑 因為四川和重慶很差 這個是麻 成都和重慶 差不多 跟重慶很近 他們的謊言都通 但他們不是很咬圓的 以我所知 因為我都認識一些重慶的人 認識少少少重慶的人 認識少少四川人 都是不約而同這樣說的 就是大家可以聊天 一聽就知道你是哪裏 但不是很適合的 但這些飲食習慣 我不知道算不算接近 我都可以分享一次 我吃重慶的那些 重慶火鍋 麻辣火鍋 地道的 那時候是 上了重慶賣樓 2018年年頭 應該是 然後就是 當地的人 帶我們去 你看到隔壁吃的都是 那個地方的人 不是讓遊客去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次行 然後就 經常都聽人說 大陸的肉 都不知道什麼肉 但是那次吃的那些 可能我吃不出 我就覺得很鮮 很好吃 可能當地人懂得焦路 就是在街邊 那時候也是冬天 在街邊吃的 一圍人十多人吃 那時候穿著乳湧 凍得很糟糕 但是吃模樣吃 因為一脫乳湧 就只剩下衣服 和底衣服 但是也是很熱的 但是那一餐 是我人世間吃得最好吃的麻辣火鍋 我是完全不能吃辣的 但是我麻是ok的 只麻 所以它一定會有碗油給你的 是呀 它們叫做油碟 就是你在麻辣火鍋 夾完肉出來 就沾那個油 那些辣就會消失了 只有一點麻 所以我全程 基本上我都沾了很多的油 我就直接麻 然後覺得 嘩好吃 都瘋了 就是有一下 我只顧著聊天 因為你知道 用普通話說話 腦子已經沒有攪拌到東西了 然後有一下 我就忘了點在那些油 我以為點了 我就吃了 就是我瘋了三罐可樂 我才能平靜 就是這樣 但是那一段難忘的 就是大家問我 我都不知道去哪裏 都不知道怎樣推 我忘了一個病 但是真的解鞭吃 很好吃 是啊 總之就是這麼膚淺 當然是吃這些東西 吃完就回去 還有會吃那些 忘了 我們會特地去找那些 叫雷沙湯圓 我想說 我們特地去搭的士 去找某一間很出名的雷沙湯圓 嗯 然後你看到它是類似 公和豆腐那樣的 我還沒說名字 啊 即是類似這樣的裝修 好像比較沾沙湯圓 然後這個雷沙湯圓 就好像清水的湯圓 我已經忘了它的味道 我只記得它的樣子很便宜 雷沙湯圓是這樣的嗎 不記得 不是乾身的雷沙湯圓 總之它的樣子很便宜 很便宜 那好不好吃呢 我不記得 我只記得它是很便宜 不值得我搭的士去 你覺得中了一服 又說景點又出名好吃 我們不是去景點 是我們自己在網上找一間 即是又說有好推薦 是這樣的 但是那一刻吃 是滿足的 我記得 因為我們不是吃了很多東西 那段時間 一來就是沒有錢 二來太冷 還是太累 我們那一陣子是不停地動 不停地搖車 是真的吃不下很多東西 所以可能吃到清湯 那段時間已經很開心 是真心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旅行地點 因為真的很美 其實你們是去看景為主 其實我去旅行很多時候是為看景為主 我先了解目的 因為我去旅行 我就不代搏自己的胃口 如果我擺明我去大城市 我除了去景點 我都是吃好東西 都是吃好小的 那我就少些代搏自己的胃口 所以我聽到你 怎麼這麼可憐 為什麼要吃東西 因為我們時間是沒有很多 沒有那麼多選擇 但是你已經十幾天了 你想想我只是 有七成時間 都是在搖巴士 你想想我只是 第一頭一程的車程已經 兩天 兩三天了 然後我們之後再上 我們可能是過一兩晚 我們就去找巴士 現在你可能看 在成都去杜城那些巴士 你看到是很漂亮的大巴 那時候不是的 你可以想像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中國那些古代的村劇 不是古代 即是比較舊一點的村劇 那些村巴是怎樣 我就是坐過那些村巴 就是一間很舊很殘 你們以前小學接送的那些校巴 十六 即是只有一層 十四輛 然後舊殘 我記得當時的車都很少人 只有我們三個家 可能一兩個當地人 我們其實上車的時候 至少我 我是沒有想過它會是搖到這樣的 就是上次阿Man那種 就是完全就是 還要是沒有安全帶的 那麼最搞笑的是什麼 它這輛車 你每一卡 即是每一條椅子 每一條椅子 這樣 因為一打長的椅子 就是有兩個座位 每一張長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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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會綁住垃圾桶 我現在開始深刻地懷疑 它不一定是被我們扔垃圾 它應該是被我們吐的 不要緊 這個是題外話 那我們就坐那輛巴士上去 這個是由成都乘車去康定 我記得是沒有直通車的 還有你可能有聽以前舊歌 我以前是有聽一些舊的大陸歌的 可能是東來東往那些鄉 即是那些地下的那些比較 都出名的 不過是地下的那些樂隊 我就是懂草東每日派對 寫了台灣來回答 然後其實在康定 好像記錯了 忘記是康定還是康成 不過無論如何 是有手情歌的 無論如何 這也是題外話 是台灣來的草東 不好意思 我們就坐去那輛巴士 途中是會經過雅安的 我那一年就是雅安地震發生了沒有多久 應該是一年內的時間 我不知道大家當年有沒有捐錢 沒有 因為去到那個年份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沒有去到那麼緊張 香港人沒有去到那麼迫 那時候還是不停去玩的那些年代 去到雅安的時候 我還親眼可以看到 地震之後 那些地的裂紋 那些樓是塔的 我們就會經過這些東西 那些人總是覺得 坐在一些瓦礫堆中 那種感覺 你總是覺得 那個城市是灰色的 那種感受 那你經過那些列的地 你更加躺 那一幕真的很深刻 那一幕 就是你在車上 你知道自己不會停車 但你看著沿途的經歷 看著這些東西 你又是一個香港的小孩子 即是你貧窮 就算你住棚屋 你住各樣的地方 你都不會看到要在瓦礫堂 那麼近距離這樣的生活 那一刻對我來說是很印象深刻的 真的嗎 那依然繼續等 我記得這輛車是等了十個小時 接近十個小時 其實一直蹬哦 他會下車 讓你去休息 住廁所 吃東西 對 那一邊常逗 開去台 Die H거를 在台 礫尼 我們是沒有住內 是沒有停的 那怎麼辦 我們下一站 是下一站 是兩小時 所以我們又增稍 有錢大家都感覺到你的樣子也有錢 比較親民一點就去截車 我們就好像截了一輛小貨車那些東西 小貨車不是大輛那些 這樣就截車 為什麼要這樣截車 因為那裡已經沒有車 我們那巴士就去到康定 然後我們找不到車再去新都橋 所以就要看截車 你們原本是有沒有計劃過怎樣去到新都橋 其實本來計劃都是截車的 因為本來那些路線是比較難找的 現在就直接去到道成 但我那時候是沒有 不知是因為你這樣坐是便宜很多 所以我們截車是有給錢的 談好了我們去新都橋給多少錢 所以就不是那些傳統意義上的順風車 我們是有給錢的順風車 那我們去到新都橋 其實在新都橋的時候 這個海拔都已經是接近三千六百米 然後又冷了 然後又開始入黑 很快就已經天黑了 跟Man的情況不同 我那時候是天黑得很快 我下車的時候還沒有黑 因為我那時候是第一次在那麽高海拔的地方 我想我要說 我就近視窗 但我想說天空真的很近 很近 很近 很漂亮 很漂亮 很特色 好藍 然後又沒有人 走的時面 可能經過橋位 沒有人 整件事對我來說很夢幻 你不可以說那種村味很濃厚 但很夢幻的那一刻 你覺得我辛苦了幾天吃 很值得 而且我是很幸運的 因為那時候年輕一點 我是沒有嘔吐 也沒有高反 沒有冷到病 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終於在新都橋那裡住一晚 第二天再出發 是第二天 可能五六點起床 我記得我們還沒說吃東西 去到那些地方 我們沒有選擇的 不太多 那早餐就是你想像一下 那間女社不是很多人 我想都接近十個人 早上五點多是全家女社 差不多全家女社的人 可以衝去吃飯的位置 然後那些飯是統一的 就是稀米粥 我們的粥味是麵 就是麵籌 即是很爛的 煲到飯 是的 但是它那些稀米粥 真的是水米 你看到是分得開的 好像那些潮州粥 即是水環水 飯環飯 不是拌得好 然後我們是有雞蛋 煮雞蛋 還有是小碗 是小碗 這個就是早餐 但已經是很滿足 為甚麼 因為只是熱東西 那裏很冷 然後洗澡的熱水好像也不夠熱 但其實睡覺也很舒服 好像有暖煎 還有那些 它冷就有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我們很早出去 又要乘車 又不知道要乘多少個小時 我們這次乘車就直接到道成了 其實我們是不停地向上走 其實是駕車 又是不停地 你會看到 其實會眼睡 可能因為海不高 我記得當時我是乘車 我本來很容易睡覺 我很容易睡著了 因為我最好朋友和那個男生 他們拍照很漂亮 他們拍照、拍片、剪片都很厲害 是很棒的 那我就負責睡覺 對不起 但我眼睛看見他很漂亮 那我們去到 有點去停下 其中一個叫做 李堂院 李堂是我們暫時乘車經過最高的地方 我們在李堂上下車 我們看到很大的拱門牌 很高 像是李堂院 我們就知道 我們已經去到差不多海八四千米的地方 是沒有人的 下車休息一下 伸腳動一下自己 就上車 因為我們這次乘車不在巴士 是那些快車 即是私駕車 終於都好些了 但就是因為你那個伸展位 反而更小了 你乘巴士沒有什麼人 但你還可以說我坐在這裏 再走到這裏 即是你不怕抖 你可以扶著你走 但你坐這些車就沒有了 焗死了那個姿勢 是的 然後我們最後又去坐坐坐坐坐 去到道成的時候 又是接近晚上 又是一下車就賺錢 然後又準備第二天去出發 我們就去雅町 去到道成 其實不知道我們所到之處是沒有人的 可能很少轉 旅客也是很少很少 你們怎樣找到這些地方 然後又這麼好奇想去 但又沒有旅行團 那裏也明顯不是一個旅行景點 是旅行景點 但是沒有人的 我不知道應該很神奇 這件事 但當我們去到雅町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 因為雅町本來是一個很著名的旅遊景點 是的 我們就在道成跟老闆娘聊 然後就看看錢 我們夾多少錢 就乘搭那輛車去雅町 其實我們還要預約回來那一回 沒有記賽的話 還要跟人夾車 我們在A女社那裏住的 但是我們要跟B女社那些人夾 那就要靠老闆娘去聯繫 譬如我們幾點鐘在那裏等 有人生地不熟 那時候我們真的沒有Google Map 也沒有Badu 沒有的 那就是真的靠跟著我Best Friend和那個男生 就看著地圖怎樣走 我們就事先想要怎樣走 走出去 那上到車 可能這次有朋友 就沒有了解那些人聊天 那上到車 為什麼要突然一句這樣澄清 平時我是很喜歡撩人吹水 那些人 我這次就沒有了 然後就搭去雅町 學生飛半架 非常開心 我還記得他那時候 他看到香港的學生證 他們會看久一點 會特別一點嗎 我也不知道 不要緊 進去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 就是要走 就是不停地走 還有要搭那個巴士 是九彎十八曲 九曲十三彎 九曲十三彎 不好意思 我是阿梅的廣東話翻譯完 我會翻譯完 那我們就照舊 這樣就 又不停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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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名字的景色是漂亮的 對呀漂亮的 即是你每一次去 喂你可不可以形仆街 你只是說一些辛苦的事 可不可以說一些景色 其實那個景色就是 漂亮 它漂亮的點是什麼呢 它的天空很近很藍 很加分的 即是你拍照 我在那時候那一陣子會 post IG 我全部都會是no filter 天空就是那麼近那麼近 要強調 天空就是那麼近那麼近 好像另一隻手就碰到 有藍 因為它的海拔高 加上冬天 它不是綠油油的草 樹都不是 它是偏向那些 灰 黃黃的那些洋樓 或者那些樹 不是那些你見到一片樹 不是那些只有幾棵 然後一條小河 它整件事就是 如果你有讀的小溪流水 小橋流水 小橋流水 人家 它大概是你會聯想到這些景色 然後那些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說 爸爸是來自內地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一直都要回大陸 每個年 或者過時過節 回大陸探望麻那些 所謂的 就是那些平房 一兩間很矮很矮 它瓷磚灰色 跟著面那些 就是有個很小的煙空 那些 整件事就是很 很舊 很有feel 你剛剛那個是 出自於馬志遠 的天靜沙秋詩 對 對 對 那一首是 呼騰老樹 分雅 對 有沒有feel 有沒有feel 立即有feel 對 很出名的 小橋流水日架 古道西風 壽麻 即陽西下 斷上人在天涯 你那一陣子斷了場嗎 那一陣子 沒有 你繼續 你不明白我說什麼 你中文不行 我有斷場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有斷場嗎 對 那一陣子我第一次 是第一次喜歡人 就是很斷場 哦這樣的 就是你也有斷場嗎 有 其實那一次去旅行 就是因為斷了場 是那時是打算放下 所以才想開始 長的旅行 因為那時太close 那時跟他 有兩家關係 有非常close 可能我今晚見不到我媽 我媽就跟他吃飯 那些 就是 那些小叔伯 那些 本身的家族很friend 那些 這些太外話了 這些才是最 你應該一開始就要說 為何今次有這個旅行 這個就是說故事的技巧 我沒有打算提這些 這麼清溺的東西 清晰 清夾 清夾的東西 哈哈哈 不是啊 這個就是 這個慢慢學習 是啊 就是你要形容那件事 形容得有這些位置 是好很多 哦 還有呢 其實為什麼我要走才可以放下 因為我是那些 很會自己陶醉 自我陶醉的人 是 那時我二十歲 接近 是 那我一輩子都沒有試過 真的喜歡人 是 那我突然間喜歡了一個人 是 我就很開心 我覺得很威風 正啊 二十歲 終於喜歡了一個人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一件起事 是 我跟身邊的所有人說 是 包括我爸媽 是 我最好朋友 總之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在學校那些不熟悉的同學都知道 是 但你未能跟他在一起 你就已經說完了 是啊 我會說 我怎麼回覆啊 那些 那些 是 那些 也好 因為我經常提 其實在一個心理校園 經常提 他經常都會想念他 就越來越喜歡他 是的 但是又不知道他怎樣 是 因為我是有數 就算我男生朋友也好 那些比較 就是我以前那個男生朋友的年齡 是相對大一點 就是可能我中二 他已經中六 那些 他真是哥哥的感覺 我比較近的就是我哥 我哥的朋友 我哥的朋友可能會睡著了 他們會坐在我身上 坐著我不讓他起床 就是很朋友的意思 就是他們當我是妹妹那種 我沒有笑過真的跟一些 純粹異性朋友相處 就是很錯 那件事 我又不知道這樣會怎樣 應該怎樣做 那些 就會很緊張 變了感情台 又很喜歡他 但誰知道 真的拖了很久 喜歡 曖昧了一年多兩年 是 那種彈出彈入的那種感受 很辛苦 我就決定了 我要放下 是 所以就去了這次旅行 這個 有緣狀 大家分享 是的 我們去了雅丁 又要付錢 這次坐的那些車 是類似哥爾夫球那種車 不過是長一點的那些旅遊車 是的 那就坐去這個 樂榮牛場 沿途 因為這次雅丁是多人的 然後又很冷 然後去到樂榮牛場 純粹去過牛場 拍照 看看 不過是很漂亮 這次是清清草原 然後呢 面向雪山 你那個位是草原來的 雪山 然後藍天 全部東西都好像很近 好像一幅畫 總之你在那個位置 就算你看著廁所也好 你都看得很漂亮 是大陸廁所 你又不是進去 看廁所 看廁所 你又不是進去 看廁所 你看看漂亮不漂亮 因為其實我 我是不是很需要去洗手間的人 我那時候坐這麼久 火車是不用去洗手間的 大小也不用 不用的 我是可以兩三人不去洗手間的人 我是很神奇 當然我覺得去的時候 我會去 我覺得去的時候 我都不會急 所以我是很適合這些長途旅行的 去到牛場 很冷很冷 我們之後就開始走上這個牛奶海 牛奶海 牛奶海 跟牛奶強的哥哥牛奶海 沒有關係 甚麼 甚麼牛奶強 你說甚麼 甚麼 那個721 721 入了元朗 那個 入了進去那個警司 還是那個警察 你會記住聲明 他就叫牛奶強 我認得那個名字 不知道 他哥哥還是弟弟 叫牛奶海 是電影編劇 我記得你 有很多黑社會電影 有趣 我懷疑那個故事來源來自其他人 我不准你懷疑 是 肯定的要 你要肯定他 是還是不是 是 不是 就是這樣 這樣就開始走上牛奶海了 牛奶海 牛奶海 好像很顏色 哦 好像牛奶一樣 高海拔 冬天 很冷 我們不耐寒的香港人 港產 是 我肚子餓 我又遇到人生第一次見到的東西 蒸氣飯盒 就是我們去到 進去那些小屋買東西吃 買蒸氣飯盒 它就是你倒水 它有個類似暖手包的東西 你把它放在飯盒底 然後倒水上去 然後再把盒飯盒在面上 蓋住它 它就會不停地出煙 出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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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把食物都熱了 放過什麼 大話 一個好像暖包的東西 在水中 它就會不停地發熱出煙 哦 它就會整熱一些飯 哦 它不是真的暖包來的 應該不是 它是很熱的 我忘記了 對不起 這是我自己幻想出來的 但它真的不停地出煙 我看到就覺得 新大陸很新奇 雖然盒飯是不好吃的 不過不要緊 有試過的 開心 對 在那個位置是加分的 整件事 那些商家就知道 你在這個位置吃這些都到期 所以決定給你垃圾吃 然後我們就開始向上走 其實香港行山 為什麼我一直都覺得 香港行山是容易的呢 即使我去爬岩蛇尖 我都覺得不是很難的 嗯 雖然我畏高 但我覺得不是很難的 是因為你在其他地方行山 是更加難的 爛泥地 還有有些人會騎馬上去付錢 我們沒有錢 就走路 沿途就會跟馬羊那些市 即是那些泥地 馬羊那些市一齊共走這條路 中間有一些溪間 有那些石 不要踩到鬆的石 你就會懂得怎樣去走這些路 那你逛逛了就覺得 香港的山就好像不是很難 這樣 是的 這樣 那我們上去最差什麼 我是沒有達到牛奶海的 我們 蛤 我們走了大概大半的已經 下雨 Oh my god 都說過在地上是泥土 然後又有溪間 那我們是要馬上走 如果不是會走不了 還有山 即是走那條路不是小人的 你不可以說停在那裡 就不走不行的 你要全部一起下山 這樣就很危險 這樣 因為我其實就有些 我個人就比較 輕鬆和興奮 在旅行方面 其實是全方位 我想說 趕時間有很大班人 那我就全程很… 我沒有人下山 沒有沒有 那我就很開心走下去 那又要趕我 那我就吹了兩個朋友 那就要走得很快 不停一路走一路跌 我還記得我們跌 突然起了一路笑 然後我的朋友想捉 即是扶著一符 我跟那個女生的Best Mart一起跌 那我就兩個都覺得很開心 我想我們兩個整條褲都是屎 我還記得有拍照 我這件事 真的拍到無論 拍照就是 整條褲都是屎 為什麼 對 然後我們下去的時候 其他遊客看到我們兩個這麼開心 就覺得我們兩個 你們兩個這麼樂觀 這麼開心 他們也很開心 看到我們笑他們也很開心 都感覺到 然後我們下去之後 我們剛才買飯那裡 我們認識了兩個店舖的姐姐 她們是當地雅丁人 即不是只是奴定人 她們是雅丁裡面的人 她本來是一條村 後來發展了區域才變成他們在那裡工作 那他們就成身屎 然後穿著雨衣 又有屎 進去後就很冷 又濕曬 又海拔高 你們成身屎 我們進去後 那天我們問她姐姐 我們可不可以用紙巾或毛巾抹身 那兩個姐姐叫我們進去他們的區域 叫我們先取暖 看到我們很淒涼 然後他們跟我們說 其實他們 因為牛和羊吃的東西是乾淨的 所以屎是乾淨的 所以他們真的不要介意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食材的屎是比較好的 這樣 然後那時候覺得都很印象深 因為我自己都跟牛是朋友 我每天都看見牛 開門都看見牛 從來都沒有想過牛的屎是乾淨的 所以都覺得 好跳啊 阿梅說的內容是不預期的 對不起 很少會 唉唷我不到 你繼續 然後我覺得這個印象深刻 我們後來 因為我們玩得很晚 我們不會馬上坐車回去 我們那一天 是在雅丁的旅遊區裏面 就預約地方睡 旅遊區我們沒有錢 我們預約一些很便宜的 那些 一間房間 我們三個一起睡 然後呢 那間房間 是沒有水洗澡的 還是不夠熱水洗澡 我們很髒的 純粹是換衣服 抹乾頭抹乾身 就睡覺了 睡覺之前就要吃東西 吃東西又是沒有選擇的 因為那些東西都很貴 好像三十元一個普通番茄湯 然後我們就叫湯 叫齋麵 加個炒飯 三個人就睡覺了 但是那一陣子 你吃什麼都覺得很好吃 因為你很冷 吃熱東西就覺得很幸福 那三個就 還有那裡好像是沒有暖氣 總之我記得那一晚是很冷 又不是很乾淨 睡了一晚 那第二天就再出去 去拍照 你那個Best Friend 他身體也不是特別好的 對 那他沒有你那麼… 因為那一陣子應該都是 健康的 健康 又跑一下步 跑一下山 那他怎麼辦呢 他OK 因為其實他也是行山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有玩 可以拍照的人 但是我以我自己的朋友區 大部份都是會去行山 去探險 那些人 所以其實他也有做運動 只是會比較經常病 是的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玩的時候 你那個意志力很堅定 很強 影響了你的身體 是沒有那麼快會病的 是 BUT BUT 我們這個BUT 是要放在後面的 我們玩了一會兒 第二天其實就是 純粹起床之後 又出去逛逛 即是在那些比較低 我們不是再往山上走 我們今次在那個區域 不用走山的區域 因為你在高海拔的大霧是很漂亮 加上你在那些區域 即算是藏區 是很多的彩色旗仔 整件事就是很夢幻 很有feel 是的 我們玩完之後 又訂車回去 還有那裏駕車很神奇 因為不是真的很多車 可能一兩架 你行全程兩三個小時 都兩三架車 經過 然後黑到真是身手不見五指 是的 我們回到那裏 在道成 過了一晚就要走 總之時間就是很緊湊 是的 我們走就是回到成都 為什麼要說BUT 因為我朋友有不舒服 你個BEST FRIEND 女生BEST FRIEND 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們在成都玩完 她是早我一天走的 沒有記錯 她是乘飛機走的 因為她有一點點不舒服 她就要提前走 所以我跟那個男生 其實又不是十分之熟 雖然玩了一程 我個人又自來熟 但沒有了我BEST FRIEND 就差一點點 我忘了她是早我們幾多走 總之就不在一起走 其實去成都 又不是時間很充足 都是可能 只有一天 一兩天 那我就 還沒說 這次是我的車 我在道成回到成都 這次全程都是搭私駕車 又是跟別人搭私駕車 那我BEST FRIEND 兩個人就坐車卡裡面 就是車裡面的內籠有位置 坐的位置 你就坐個擺貨的露天的位置 不是我坐 你想像一下 有架類似是四驅車 不是那些叫七人車 那它後面有個放書包的位置 但其實都很窄 沒有七人車那麼闊 是很窄 那我就睡在大家的背包上面 那我就真的睡得著 那我就睡著了 那中途它們要去廁所 我都不動 就躺在那裡 然後 為什麼 你們是自己去 選擇 我好了 我睡在車尾 是啊 就是自願的 也都是 你寧願這樣都不坐在那裡 至少有得睡 然後 我很記得今次搭車 我們是 價錢是高 我忘記是八百元還是五百元 一個人 所以我們上去的時候 我們會這麼轉折 但是下來的時候會這樣 因為我們下來之後 我們知道自己快要離開 我們的金錢會充足一點點 我們就覺得自己有資本 有資格 我們就可以有資格 有錢去搭這個豪華車 直產回去成都 但是時間都不短的 那條路不用轉折 也要十幾個小時 回到成都住青女 今次的青女 就是男女混縮 那麼開心 是的 外國的男女混縮 跟成都的男女混縮 又不一樣 但是那次 我第一次男女混縮 很新奇 就是十人間 或者十六人間 總之就是三層 或者兩層的床 有些有樓架床 但他不知道是兩層 還是三層 你睡覺的時候 就是把你的小鈴鐺 但是我想說 青女的男生 是不在乎的 即是有女生 我記得那個房間 我記得我們兩個女生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們真的可以穿著 一條小鈴鐺 就在你面前到處搖 他沒有一條小鈴鐺 就好 那時是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 這個就是那時候 第二個震撼 除了那個 總之就是震撼 你們已經預先知道 那個是男女混縮 我們是到了再穩定 就是下車之前 訂定 直接去住 因為不是很多地方 我們那時候 不是很多地方可以住 反正他們會搞的 然後我們整理好東西 然後出去吃東西 我們就是去那些打卡 中國打卡 跟那時候的年代 跟香港那些不一樣 它有那些不知什麼汽水店 就是 就是 其實 就是一間 你賣可樂有玻璃瓶 但是那間汽水店 沒有自製的那些汽水 我們去打卡 那樣 還有會去小鎮玩 那些小鎮玩 那些小鎮是冬天 你都不理解 那些人也會脫鞋 在那些水池那裡浸 那麼冷一點嗎 我也不理解 你腳真的按不冷嗎 很神奇 我不明白那些池位 是合家歡位來的 很多人的 然後去到吃東西 就可能吃那些 你們可能經常都會吃到 什麼狼牙薯條 然後我還記得買手信 買什麼 買那些煙仔手信 兩元一包煙 就買回去做手信 這樣 以前覺得很 然後吃了一些很街邊的東西 那些燒羊肉串 那些燒羊肉串 就非常開心 過了之後 我最好的朋友就要走 然後我和那個男生 我們回來的時候 這次是可以睡的 隔火車可以睡 對 隔火車可以睡 只有我和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超好 因為其實我們買 你火車的餓飛是三層的 中間那層是很窄的 底層是最舒服的 他讓我睡底層 其實那個名字是他的 但是他讓我睡底層 然後他很早就起了身 因為如果你睡底層 其實基本上你一睜開眼 就看到很多屁股都坐在床上 因為其實你火車是沒有位置坐的 只有窗口那個位置坐兩個人 然後一卡成卡那麼多人 根本就不夠位置坐 所以就坐在樓底層那裡 然後他很早起床就坐在床上 可能幫我擋一點點 那種感覺 真的很貼心 超多的 謝謝他 這次回去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回去也沒有忘記到 我只可以 是不是 那個牆都還沒斷完 因為其實我們是很 可能 他有找我 因為其實我是那些 感情台來 我是那些不會收口的人 我忍不住 我喜歡就喜歡 我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是不停被暗示的人 我要不記得你 我也會跟你說我要不記得你 那種人 我暗示了 瘋狂的 其實他知道 他知道你要不記得他 對 他知道我要放下 可能我打他歌詞 他就去問 你要不記得誰 為什麼 然後我心裡有哪個男生朋友 是 唉 然後 我其實 在這個旅程中間 他也會找我 會聊一下電話 哦 還不聊 他會下載微信 跟我聊電話 是 接收又差 然後我媽媽又覺得 其實那個男生很好 我會叫他跟我報平安 報給他 是 是 其實回來的時候 他是叫我 就是我上車 就到的時候 就跟他說一聲 他就出來接我 是 其實 我的性格 不知道大家想像我聽 我是那些 我不是太麻煩人的人 可能 WhatsApp了他兩次 我到了 或者到之前 我WeChat了他幾次 我到了就來了 他沒有電話機 那時間又上早 我就應該假設他睡了一覺 那我就算了 那我就自己回家 那 我住得比較遠 那我大概是回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乘了一個小時 還有一個小時 再回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醒了 他就打電話給我 說為什麼不叫他啊 然後 然後見到他這麼有心 那我就在他附近下車 跟他吃個早餐 午餐才回家 然後都是不成功的忘記他 那到最後呢 到最後沒有 沒有一起讀 我知道 沒有一起讀 現在都是朋友 Oh my god 現在還有聊天 然後我忘記了前陣子做什麼 有些情感上的煩惱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也算是我半個愛情軍事 即是你自己另外有些感情問題 我經常問他 然後你就問他的意見 那他怎樣呢 他其實是知道我喜歡過他 他其實太明顯了 但他當時也喜歡你 他現在不認 他不認 認不認沒有所謂 你看那個人的行為 你知道 我知道就不會拖那麼久 其實你當時不知道他怎樣 我不確定 我記得那時候是想表白的 但我那時候很堅持初戀是不會自己表白的 我要你表白的 但我跟他談過這個問題 他就說一齊了就一齊了 感覺對 不用說錯的兩個人 就覺得一齊了就一齊了 那些人 然後他有試過喝醉在他的朋友面前 那些人問他 你女朋友 他就說是那些 但是始終都沒有開始 但是沒有正式感 沒有 但那時候已經公認 那我就問他 問他感情的東西 然後他就問我 你其實喜歡什麼男生 我就跟他說 所以其實如果現在的我 遇到以前的你 我都會再喜歡一次 但是現在的你就 我就是現在的我 不是啊 但是現在的他 現在的他就不聊 就不聊 是啊 尤其是那些姻緣 真的錯過了就錯過了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情 現在看回頭都很好笑 都很幸運 都很幸運 是很幸運 因為那時候 尤其是剛讀女校出來的社會 就是這樣的 很容易程度初開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喜歡大學的同學 不是喜歡學校的同學 不是喜歡 本來有那些男生朋友 是喜歡這個狗不戴八 完全不合格的人 嗯 可能他會吃毒品的 然後他去黑社會 是 不讀書 是 總之我們生活是沒有重疊位的 是 我那時候是會煲 那些困惑仔 跟他聊天 所以我覺得我是懂得過底 即是我懂得這些定義 我知道 是啊 所以這次旅行 就叫做忘記愛情 怎知道失敗 那到最後你回到香港 嗯 那你最後搞了多久才叫做 唉 我真的放下了 差不多大學畢業才是放下了 即是前後三四年 嘩 唉 而中途他是有拍過拖 是 那你不就很傷心咯 他拍拖 會不會啊 是啊 唉 陰公豬 唉 那時候很慘 但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沒辦法了 嗯 那時候那個 其實到現在都覺得開心的 雖然有時候很淡剔 有時候 有時候這些就 即是 即是 那個回憶永遠都很美好的 是 我覺得 即是我現在不會這樣 是 即是我現在呢 是喜歡我最 一百天內 又不會的 但我會直 即是我會說咯 但我記得那時候我想表白 是 我就問他 我就跟他說 這個對話是來自我三個小時 即是前後加三個小時 其實只有十幾個訊息 我就 我有些很重要的東西跟你說 是 你要很認真地回答 是 我不是開玩笑 是 我便說 如果 是 你有個朋友 喜歡你 喜歡你 是 跟你表白 你會怎樣 他會怎樣回答 你問你做什麼 因為這個對話 我是跟太多人說 所以我懂得背 我跟我爸爸跟我媽媽 跟我哥哥 跟我好朋友說 沒有 那個男生不肯去 即是 有些 放不下 即是 那個男生其實也肯定喜歡你 即是 你問我 就 怎樣都喜歡 但他放不下那些 不知為何 那些 自尊 即是 你當他大男人好 你當他自己有自卑 什麼 任何原因都好 他差那些 我不知為何他放不下 總之就是 我問了他很多次 他問為何要這樣問 你在說誰 是否想跟別人表白 然後我就拖了三個小時 他就說 不是呀 我叫你回答我 如果呢 你隨便給我一個假定的答案 其實我就需要一個勇氣 他最後都說 其實你想說什麼 這樣 他都沒有給我答案 然後我就說 那算了 沒有任何 那你這些位置 你也看到 他是不是 即是有沒有那個 小小的 小小的 你連一起的勇氣 小小的 小小的勇氣都沒有 但我有跟他去出國旅行 即是乘飛機去旅行 即不是跟他 是去了台灣 但沒有 沒有 他沒有那小小的勇氣去踏出那半步 其實也很明白 因為那時候 我跟他可能叫做約會 是我媽媽載我們出去 載我們回來 然後呢 還要我回到家 我媽媽就趁我出去打給他 問他 喂 你是不是喜歡妹妹的 是 你們兩個好好的在一起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馬上問我媽 蛤 是妹妹叫你問 還是你問的 這樣 然後呢 我媽媽就說我自己問的 然後他就 不是啦 不是在一起啦 然後我覺得 都有些關係 即是 太多那些 太多藤人關 真的 真的 好 因為我私底下 我有聽你說過這個故事 即是這些 只能夠說是 緣分這些東西是這樣的 整定的 有時候很多東西都緣分這些 即是 我自己人生都 所以我當然沒有理會這個 即是比較長時間 即是 檔氣會長一點 嗯 我自己都有些類似這樣的 那所以有時候就是 緣分 有時候的緣分 有時候的緣分 有時候的東西真的 很 很明定的 我有時候覺得 人生也是 即是 是你就是你 總之 那時候我所有 對初戀的憧憬 沒有了 我是為了他 放下了 即是他 他是那些不喜歡去旅行的人 我可以不去 嗯 可能 因為他跟我一樣高 嗯 但我是那些初穩 要行山去到山頂 要跌高腳的 日落或者日出的時候 跌高腳疼的人 是 我為了他 我站在樓梯 是 都要跌高腳 對 都要跌高一下 接著我呢 以前是會穿AIRMAX 即是LIKE那些 都要有少少爭 我不穿 是 穿平底 是 這樣 沒有啊 不要緊 過了去 這些 很死的 所以又開去旅行 對 所以就 有時候這些 就是那個 平衡時空 你想如果你的平衡時空 是有跟他在一起的 你就幻想一下 人生 未必現在那麼開心 你幻想到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這個呢 這個來到 最後一句 跟大家說 這個是我的人生哲理 我呢 相信這個世界是有 平衡時空的 你每一個決定 就會產生平衡時空 即可能你轉不轉工 你轉了工 那你就會有平衡時空 就是他沒有轉到工 可能你有交這女兒 你有結婚 你沒有結婚 你做的那些重大決定 都會產生了一個新的平衡時空出來 那你是很難去 跟其他平衡時空去怎樣比較的 但是我有一點點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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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湧 即是叫做什麼 真誠心 就是我要在這麼多個平衡宇宙裡面 活得最開心的那個 但是那個也是你 不過anyway 即是叫做跟自己去比較 就是我要是最開心的那個自己 因為 有時候看風水各樣 你明白你的那些 你感覺到你的人生好像有上限 那樣的 即是你會感覺到 我最有錢的去到多有錢 我的人生 當是一隻遊戲那樣玩 我可以無限重新玩這隻遊戲 我可以玩到多好呢 那你感覺到可能有上限各樣那樣 但也不要緊的 我玩到最好就 我覺得對得住自己這條命 嗯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就是 即是你滿足就ok的了 你不滿足你永遠都會覺得 不是最好 我現在這一刻就覺得自己現在是最好 我一直都是這樣覺得 但是這個故事 這次旅行我真的有個總結 這次真的有心得和總結 唉 你去旅行不會是幫助忘記的 幫助忘記是你自己的決心 oh my god 因為我去到最後就是 依然是繼續這樣搞笑 是的 到後來原來我發現 我不需要去旅行 我都真的可以放下它 是關於決心的事 自己和自己有沒有那個一定 是的 就是這樣 今集來到這裡 嘩我們變成感情台 正正正正 就是這樣 我們下個禮拜 應該是 個個 個個和恐懼鳥要出場 隔個禮拜會見到阿梅 好啊好啊 來這裡 到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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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